AIT主席罗森伯格520前夕第五度访台 分别拜会蔡英文和赖清德时 这一幕却让国人惊呆 罗森伯格和赖清德座谈时 赖清德是90度挺直被坐直 但罗森伯格却是靠背大翘二郎腿 而对比准总统赖清德的政经为座 罗森伯格简直做得像大爷 网友炸锅批评 这美国人是把自己当主子吗 美国大使尽总统府这样做 是当自己家还是太嚣张 尽白宫见自己的总统敢这样做吗 参议员终于有些也是用翘二郎腿 只差没把脚放桌子上 上国队下国以止气止 我叫你干嘛 你看我就来监督 不只罗森伯格对赖清德翘脚 连AIT处长孙小雅也有样学样 一起翘二郎腿 让人看得下巴掉 布林肯敢去在北京翘二郎腿吗 这两个这么低阶的外交官 在蔡英文跟赖清德面前翘二郎腿 根本就是宗祖国的侵差大臣 来到了我们国家 在宣誓他们的圣旨 在他们眼中 你只是一个反属国的一个头目而已 罗森伯格还提醒台湾要维持两岸现状 但网友讽刺 要把台湾当国药库的不就是你美国吗 这意思就是我叫你打才能打 别自己搞台独仙打起来吗 他今天是来警告你 你们是不是打算配合我们美国人继续抗中 台海的不平安当然是美国造成的 但美国人他有马前卒 民进党帮他在那边耀武扬威嘛 叫你去挑衅他的时候你去挑衅他 叫你乖乖听话的时候你乖乖听话 就维持目前这样不战不合 最负荷美国的利益 他不会以你的利益为最大利益 他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最大利益 两岸关系攸关全台百姓安鬼 赖清德即将上台之际得想清楚 是否还要继续对当俏脚大爷的美国 言听计从 记得黄玉俊 徐国豪 SN小组台北报道